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视频里这些穿搭可能比较适合南方地区的朋友 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北方的话 我觉得穿成了视频里面这样出门会被冻死的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种搭配呢就是毛衣搭配中长裙 这件毛衣呢真的是因为看了至爱繁高之后才想买的 感觉它特别像一个调色版 不过看久了之后还是觉得越看越有艺术感 这套衣服呢我就没有穿四外在下面 因为我觉得光腿配这条分叉的裙子会更好看 不过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太可能这样穿 所以我觉得穿上丝袜效果应该也还是不错 而且这套内搭呢就搭什么颜色的外套都可以 第二套呢就是一个很随意的打扮 可以随便穿一件高领毛衣再加上紧身牛仔裤 我冬天平时去上学的时候就经常会这么穿 这套呢我选择了一个全白的铜色系 感觉这样跟焦糖色的外衣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 我只穿了一双单鞋 不过大家记得要穿袜子 第三套呢就是搭配连衣裙 秋天啊春天的时候买的连衣裙 其实这种时候都可以拿来做内搭 这条连衣裙也是全是碎花 我最近好像很喜欢碎花 这条裙子单穿就感觉有点宽松 感觉有点像一个行走的纹帐 还是搭在大衣里面比较好看 我在大衣外面系了一根皮带 这样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而且显得人很高 这一套搭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单品 就是阔腿裤 我还选了一件姜黄色的内搭 这个颜色真的超显白 而且感觉姜黄色跟焦糖色也真的很搭 但是这件内搭呢 最后穿上觉得领口空荡荡的 所以最后我还系了一条围巾 最后一套就是很简单的短裙搭配贴身的内搭 我冬天的时候其实经常这么穿 不过我下面一般都是穿那种加棉的丝袜 这个短裙又是碎花 最近真的好多地方都在卖碎花的衣服 可能是明年春天的流行趋势吧 不对今年春天 这一套其实光腿穿最好看 大家可以试一试那种肉色的丝袜 但是我为了就是展现最真实的效果 还是穿了一个黑丝袜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投币点赞 多多发弹幕哦 然后最喜欢哪一套搭配 记得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哦 好的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